文章来源大洛杉矶LA 都变成了涂鸦 设计图纸上的洛杉矶泛海广场 磅礴大气 事发地点叫泛海广场 Oceanwide Plaza 地处洛杉矶市娱乐区的中心点 旁边就是洛杉矶会展中心 和胡人队主场 Crypto.com Arena 以及LA Live 本周末的格雷梅颁奖典礼 就在这里举办 所以这里真的是洛杉矶寸土寸金的地方 由中国某房企领先开发 预计总投资10亿美元 但资金来源比较复杂 开发商只出40%的资金 30%是投资移民 另外30%是银行贷款 而这种复杂的资金链 最终还是玩脱了 泛海广场于2014年动工 预计2017年开始销售 2018年交付 但是迟迟没有交付 一直到2019年 正式宣布烂尾 已经建成的三幢高楼 有玻璃外墙 但是没有安装阳台防护栏 治安堪忧 涂鸦枪连连发生 而这次引发全程关注的涂鸦 嫌疑人就是 站在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阳台上涂画的 根据洛杉矶警方通报 1月30日晚上 警方接到多起非法闯入的报告 据称 有多人闯入犯害广场 整栋大楼都涂满了涂鸦 据直升飞机上的警察表示 看到大楼内有十几名嫌疑人 不过待地面警方赶到时 只抓到了两个人 他们分别是35岁的维克多 丹尼尔 拉米雷斯 Victor Daniel Ramirez 和25岁的罗伯托 佩雷斯 Roberto Perez 罪名是非法侵入 警方称 两人后来都被释放了 其他嫌疑人 在警察到达之前逃跑了 周四 又有几名嫌疑人 闯入大楼涂鸦 逃跑时被警方抓住 不过在登记信息后 同样被释放 周五晚上11点50分左右 警方又接到该大楼附近 发生枪击事件 警方赶到现场 又什么都没找到 有居民表示 27层楼的烂尾楼 已经够难看了 现在又多了鬼话符 对整个区域都是一个污点 希望警方严惩这种行为 也希望犯害广场 能够切实加强保安 不让人这么容易闯入 据称 这些涂鸦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 自从烂尾后 这栋楼就成为涂鸦爱好者的目标 一些人甚至从周外赶来 只为有机会在 这栋高层建筑上涂鸦 转售 房价飙涨一倍 转售去难 该区域属于洛杉矶市议员 凯文 德莱昂 凯文丹利昂 所管辖的范围 他表示 在周五的示意会上 已提出动议 要求政府部门 清洗泛海广场 以及周围 原型道上的涂鸦 待清理完成后 账单就会被转发给开发商 德莱昂表示 开发商已经表示 会遵照市政府的指令 会清除涂鸦 保护场地 并清理建筑垃圾 不过 目前他们正在转售该房地产 据报道 这庄烂尾的高楼 设计有高档公寓 五星级酒店 和购物中心 挂牌价格超过十亿美元 已经挂牌出售一年多 但迄今无人问津 德莱昂表示 市政府也不会出资购买 因为纳税人的钱 不会用来投资这庄建筑 开发商必须自己解决烂尾工程 不然是检察官办公室 将不得不介入 事实上 按照洛杉矶的房价上涨速度 如今的房价和2017年相比 已经上涨了一倍 如果开发商凑齐资金 将大楼装修完成出售 毫无疑问能够大赚一笔 发商 资金